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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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这个人想必大家都清楚 他可以说是唐朝文化 唐朝文学的代表性人物 一个时代 一个文明 它的传承 依靠的是什么 依靠的是它的文字 而一个时代最优美的文字 往往是他那个时代的诗人所留下来的 所以我们要想了解开元时期的唐朝的文化 开元天宝时期的这个文化 我们就离不开这个人 李白 对于李白这个人 可以这么说 大家是既熟悉又陌生 熟悉是熟悉他的诗歌作品 中国人谁还不会背几句李白的诗歌呢 我们陌生的是他的生平 尤其是那些诗歌背后的那些隐情 那些故事 李白这个人 他的生平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有辉煌 有灿烂 也有很多诗意与彷徨 那么我们今天如果想用这么一讲或者两讲 就能把李白这个人丰富的一生就给讲述完毕 恐怕是不现实的 所以我们今天呢 重点呢 围绕李白一生的一些问号来进行 来展现一下李白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首先我们第一问 李白长什么样 一说起历史人物 咱们脑海当中首先都得浮现一个想象中的这个形象 那么对于李白这样一个诗仙 这样一个天上的折仙 那么大多数人想象的李白应该是什么样呢 那都应该是飘逸潇洒这样的一个外貌 你还别说 李白在这方面还没太让大家失望 我们经常能够看到的一幅李白的画像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这张像 这张像流传很广 但是这张像的出处得要说明一下 它不是唐朝人画的 它是明朝的历代古人像赞里边的画像 明朝人画的 坦白的说 没什么依据 而且真实的李白 恐怕比这个画像当中的李白 更有那么一股子仙气 凡是见过李白的人 都对李白的有一个特点印象深刻 什么呢 眼睛 咱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李白这个眼睛很有特色 什么特色 据说特别的灵动 炯炯有神 有一则史料是这样记载的 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描述的 这个是李汉林集叙里边说的 说李白啊 模子迥然 多如恶虎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李白这个人呢 他长得这个眼睛啊 炯炯有神 像那个恶虎一般 你瞧瞧这形容 像恶虎一般 这是一个形容 另外 崔宗之 赠李十二白 这个里边也说了 说李白的特点是什么呢 是双眸光照人 哎 这个 这两个作品的 这个作者啊 都见过李白本人 他们都对李白这个眼睛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所以说可见李白啊 是个眼睛看起来非常有神 而且看起来一看就是非常聪明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另外 有关李白的这个外貌 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得说一下 他的身高 李白自己对自己的身高有过技术 在语含金中书里边 他说过 说自己的身高啊 不满七尺 也就是说 他的身高 隔着 如果换算成今天的厘米的话 大概是不到一米七 不到一米七 一金人看来当然是个矮个子了 但是呢 说实话 不到一米七 一米六几的身高 在唐朝那个时代 男人里头 这个个子还不算低 哎 李白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非常聪明 这个给人一种很灵动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感觉 当然了 李白身上还有点先锋道骨的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李白这个人呢 从小呢 他比较的宠上这个道教 而且呢 他读了很多有关老庄的这个书 所以说这个人看起来身上啊 还满有一些灵气仙气在里面 第二个问题 我们得问一下 李白有什么样的性格特点 哎 这个性格特点是什么样的 李白这个人的性格啊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这样的一个性格 首先我们敢肯定第一点 就是李白一定是个外向型的性格 他有个特点 口才 特别的好 有人见过李白的人说 说这个李白的特点是一旦打开话匣子啊 那简直是口若玄和 而且是倾倒众生 就到了这样的一种地步 而且李白自己呢 也曾经有过这个技术 他呀 这个有一个 有一个从弟 也就是他的一个堂弟 叫做李令温 专门问过他这样的一番话 李令温问他这个兄长 说兄心肝五脏皆锦绣耶 不然和开口成文 挥寒 物赛 李令温就说兄长啊 哎呀你我对你简直佩服的不得了 你是不是这个五脏六腑都是用锦绣堆成的呀 要不你怎么出口成章啊 下笔如有神啊 李白听了自己的兄弟这个问话之后 李白还很得意 把这段话呀给记录下来了 李白性格的另外一个特点 爱喝酒 这点我不打算多说了 咱是中国人都知道李白爱喝酒 能喝酒 这点是毫无问题的 但是我们特别要说明白的是 李白爱喝酒的这个特点成就了他 也造成了他的失忆 成就他指的是没有这样的酒量 也就没有那么多豪迈的诗句 没有那么多灵感 失忆指的是他在政坛上的失忆 这个跟酒有着间接的关系 我们后面会谈到这个问题 李白性格的另外一个特点 轻财重义 李白是一个轻财重义的人 他这个人首先呢 乐善好施 李白的家世啊 我们现在呢 这个不太清楚 但是有可能他家是商人家庭 所以李白啊 这个还是比较有钱的 比方说他25岁左右出川 从四川老家出来了 出来了之后 短时间内他就花光了三十万钱 三十万钱是个什么概念呢 开元中期 就是大约是在他出川这个阶段 开元中期 史料有明文记载 当时唐朝一斗米的价格是十三文 三十万文差不多能够买米二万三千斗左右 你就可见他多有钱 李白这些钱呢 师出有名 怎么呢 李白把这些钱大多数都用来资助那些落魄的文人 他自己记载说 他但凡看到那些有才华 但是呢 又比较落魄的公子 他都会诗以援手 三十万钱就这样花出去了 那真是试金钱如粪土 后来 说实话 李白这个性格特点也蛮有意思的 在他的诗歌当中也有体现 李白就是一个把金钱看得非常淡的人 他的朋友们也是这样 比方说 咱们举个例子 李白有个千古名篇 叫做《枪尽酒》 《枪尽酒》里边是怎么样描述的 里边有这样的一段话 这段话是这样说的 主人何为言少钱 尽须孤取对君拙 五花马千金球 忽而将处换美酒 鱼尔同笑万古愁 这诗写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漂亮 我小时候读这个诗的时候 我的第一个感觉是 你看人家李白多豪爽 对吧 喝酒没钱了 人家李白把自己的马 把自己的球皮大衣拿出去 换了酒钱 然后继续回来跟朋友一起喝 结果后来长大了 我才知道 感情 他卖的是主人家的马 主人家的球皮大衣 这有意思 主人是谁 就是他提到的丹丘生 也就是袁丹丘 他跟袁丹丘说 你怎么说喝酒没钱了 你家不是有马吗 不是有球皮大衣吗 来让你家小儿拿出去 换美酒吧 合着你康他人之开 你专业坑队友 我当时看了之后真觉得这事蛮搞笑的 但是这是惊人思维 实际上你要理解那个年代文人的思想 那个年代的人 尤其是文人之间 讲究的就是 是金钱如粪土 轻财而重义 所以说对于李白来说 对于他的朋友们来说 这马和这球皮大衣是谁的 无关紧要 对吧 换美酒 所以说钱是谁的 这个不重要 李白接济 你想想 李白接济别人的时候 李白不也没有眨过眼吗 李白性格的另外一个特点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呢 有侠气 李白自己记述说 他以前曾经杀过人 这个史料是这样子 它来自于这个李汉林集序 里边是这样说的 说少任侠 首任 庶人 你要知道 李汉林集序的作者是魏昊 魏昊有关李白的生平 这些事情主要都是来自于李白自己的字述 也就是说李白自己就说过 说自己少年时认侠 而且杀过人 李白自己有一首诗叫做侠客行 里边好像是也暗示过自己杀人 我们来看一下侠客行里边是怎么说的 他说 时不杀一人 千里不留行 事了和依趣深藏深语名 这里边问题就出来了 李白真的杀过人吗 李白这个人呢 爱练武 大概是恐无有力之人 据说他曾经学过剑 那么问题就在于杀人这事是真是假 你无论是他自己的侠客行 还是魏昊的李汉林集序 他的史料来源都是李白自己的字述 没有任何其他的史料能够佐证这件事 所以说这究竟是真的杀过人 还是李白自己怎么说呢 吹牛 这就是存疑了 而且有个关键的问题就是 你杀人了 为何官府他不办你 唐代的法律很严格的 你杀人为什么官府不办你 李白杀人这件事 李白每次说到这个事都用了一个字 侠 说自己任侠 什么叫做任侠 古汉语当中 任侠指的是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见义勇为 所以他才津津乐道 而官府不办他 我估计也跟这个有关系 李白性格的另外一个特点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呢 崇尚道教 道教也塑造了李白的性格 我前面说了 李白的诗歌当中 总有那么一种悬远飘渺的道教的气息在这里 这就跟李白从小对道教的喜爱密不可分了 李白啊 咱们要知道那个时代大背景 首先道教在唐朝是国教 唐朝皇室定的国教 而且李白所生长的四川盆地 本来就是道教气息相当浓厚的一个地区 所以对于李白来说 李白从小受道教的影响一点也不奇怪 而且平常还经常穿着道士的服装 所以说从这点上来说 大家也就知道了 人家后来人把他叫做哲仙人 这个一点都不奇怪 他本来身上就有点那么个先锋道骨 甚至咱们可以这么说 李白还没出生呢 就已经跟道教神仙思想有了瓜葛了 怎么回事呢 据说李白的母亲在怀他的时候 曾经梦到长庚星 长庚是什么呢 长庚就是金星 又叫做太白星 长庚入梦 而且这个长庚啊 大家知道金星 金 这个阴阳五行当中这个金 他在五色当中有对应的颜色 是什么颜色呢 是白色 而长庚星又名叫做太白星 所以李白明白自太白 这名字这么来的 你由此可见 还没出生呢 他就已经跟道教的神仙思想有瓜葛了 那么从小他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头 所以这个人呢 颇有点先锋道骨的这个气质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李白的诗歌 归尾壮丽 他的过人才华 让后人仰慕不已 关于他小时候 也有很多传说 其中 铁楚磨成真的故事 一直是后人立志的榜样 那么李白小时候 铁楚磨成真的故事 是真是假 长大后满腹诗书的李白 又有怎样的胸怀抱负呢 请继续收看开元盛世上部第八集 李白的六大谜团 下面我们还有一问 第三问 李白小时候啊 那个铁楚磨成真 确有其事吗 咱们中国人都知道 李白小时候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 那简直是快智人口 就是铁楚磨成真 说李白小时候啊 这个读书 不愿意好好读 想逃学回家 结果走在路上呢 在溪水旁边 看见了一位老婆婆 正在那个一块石头上 正在那儿磨一根铁楚 也就是一根铁棒 然后呢 这个李白就站在旁边看 还问这个老婆婆 说老婆婆呀 你磨这个铁棒 你磨这个铁楚 要干什么呀 老婆婆回答说 我要做真 这个李白就笑 说是你这个 这么粗的一根铁棒 这得磨到何时啊 结果老婆婆回答了一句话 只要功夫深 铁楚磨成真 这个故事 但凡现在的中国人 小时候幼儿园 小学里头都得讲这个故事 告诫 孩子们要借交借造 要认真的做事 这个故事流传非常广 可是问题就在于 这事儿 是真是假 现在看来 这个故事 虚构的可能性 相当的大 我们为什么说 它是虚构呢 首先第一个 这件事 不见于李白 自己的技术 李白也好 给他写过 生平技术的魏昊 也好 还有李扬斌 也好 他们对于这件事 都没有任何的记载 而李白本人 说实话 李白本人是一个 很爱技术 自己小时候事迹的人 他往往津津乐道 你比如说 小时候我在哪儿学习过 我曾经向谁学习过 等等 这些都有技术 甚至于他小时候的爱好 比方说 他技术过 说我爱养鸟 而且养鸟 他还是个高手 养了一千多只野鸟 这些鸟来去自由 但是都听他的 以至于当地的长官 听说了之后 都跑来看热闹 这些事他都记述了 可是这样一个 有趣而励志的故事 他却没有任何记载 这是第一个疑问 第二个 这个故事 主要出自于宋代的 有一本书 叫做锦绣万花谷 锦绣万花谷里边 说这个故事 发生在四川的梅州 梅州那个地方 有一座项夷山 项夷山旁边 有一个地方叫做武士岩 据说 李白在梅州项夷山学习 然后想逃学回家 然后就在武士岩这个地方 遇到了老婆婆 如何如何 就是刚才那个故事 但是这问题就出在这了 你要知道 自打锦绣万花谷说了这个事之后 你像方瑜圣懒 什么山堂四考 这些书都记载了此事 这个说法是盛行一时 但是问题就在于 李白有没有过在梅州学习的记录 现在看来是没有的 李白的家乡是四川的江游 他小时候曾经在江游的大匡山这一带学习 这个地方还有宋神宗时期立的碑 专门记述此事 而且李白在上安州陪长史书当中也说过 说他小时候除了在大匡山学习之外 他还曾经在敏山之阳学习过 敏山之阳是哪里呢 学者经过考证之后认为 就是今天四川著名的青城山 也就是说李白小时候 没有过在梅州象夷山去求学的这样的一个记录 所以综合以上两点 我们要说这个故事 虽然非常的励志 但是他有可能是虚构 不过这个故事里边 那种介造的教义 这个故事的寓意还是相当好的 所以这个故事流传的非常的广 有关李白的 我们有第四一个疑问 李白有怎样的胸怀抱负 作为一个文人 才高八斗的文人 李白有怎样的胸怀抱负 说实话 李白的胸怀抱负 和当时同时代的其他人的胸怀抱负 应该说没有太大的两样 就是要匡扶天下 正如他自己在诗歌当中所说的 他说 欲献纪实册 此心谁见明 我要献纪实册 啥叫纪实册 那就是安邦并国的方针政策 也就是说 李白怀揣着一个德登相位这样的一个理想 我们可以看到 李白后来一生的所作所为 都是这种思想的左右的结果 你可以看到李白咱们坦白的说 李白真的是很想当官 这点咱们不用慧言 在这一点上 他跟当时唐朝的其他的世人没有任何的区别 你比方说为了当官 他也曾经请托别人 为了当官 他也曾经高兴过 苦恼过 你比方说当了汉林代招的时候 他也曾经欣喜若狂 后来被免官了 他也曾经非常的失忆 那么这里边问题就出来了 我们是要不要因为李白有这么大的官隐 而贬低李白这个人 而对他进行负面的评价呢 要我说大可不必 说实话 我觉得在那个年代 有官隐这件事 想当官这件事 是一个中性的事情 无所谓好 也无所谓坏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要知道 那个年代的人 尤其是知识分子 他们的人生出口 那是相当狭窄的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心目当中 你要想安邦定国 只有一条路 你要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想发挥自己的社会价值 你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当官 别无他途 它不像现代社会 现代社会 我们的人生出口是多元化的 你这个可以当公务员 你也可以当教师 你也可以当科学家 你可以当医生 你可以当工人 你可以当农民 你不管干什么 都是对社会做贡献 而且也有途径 让你能够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但是那个年代就不一样 那个年代说实话 你不当官的话 你怎么样实现自己的这些报复呢 所以对于李白来说 他想当官 这一点应该说是无可厚非的 正是因为李白这种天才诗人的不断涌现 大唐帝国才被称为诗歌的王朝 但奇怪的是 满腹诗书天纵英才的李白 终其一生 却从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 他是担心自己考不上 还是另有隐情呢 那么我们关于李白 还有一个第五问 什么呢 李白为何不参加科举 科举这件事情 我们知道 这可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一大贡献 甚至于对整个 这个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法国大革命前夕 法国那些启蒙思想家 对中国的科举是推崇被制 因为科举打破了贵族对政治的垄断 使得所有的人都获得了平等的权利 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 所以科举的意义相当的重大 它也是现代全世界文官制度的一个基础 科举制度起自于随 大行于唐 尤其是武则天和唐权宗时期 科举可谓是大行其道 而且当时全天下的知识分子 无不以考上进士为光荣 当时科举已经成了仕途的一个最重要的门径之一 那么这里边问题就出来了 李白为何不参加科举 说实话 以李白的才华和他的师名而言 他要想参加科举的话 我认为考上的几率极大 你要知道唐朝的科举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特点 什么特点呢 他不胡名 什么叫不胡名呢 意思就是说那个考卷 那个考生的姓名 那是就写在上面 他不遮盖 所以说对于考生来说 这个考生在考试之前有怎样的社会名望 那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当时的科举之前有这么样的一个现象 每次在开考之前 这些考生们都要到考官家里边去拜访 不是行会去了 是干什么呢 去行卷 什么叫做行卷呢 就是把自己得意的诗歌 把自己得意的文学作品 你要知道唐朝这个进士科考试要考经学 同时要考杂文 杂文就是这些诗词歌赋 因此他要把这些自己的文学作品要装定成集 然后送给考官去看一看 这叫做行卷 意思是在考官心目当中留一个好印象 说实话 谁写文章 谁写诗能比得过李白 而且李白年轻的时候就已经颇有盛名 所以这么说 李白要想去参加科举的话 考上的几率是极大了 但是问题就在于这 问题就在这 既然如此 你为何不参加 我估计李白不参加科举的原因 是因为不是他不想参加 是他没资格参加 这个跟李白的家世就密切相关了 李白这个人 他极有可能是出生在西域的岁叶 有关李白的家世 由于李白自己的技术相当的模糊 所以到现在仍然是众说纷纭 比方说他家为什么来到了岁叶 岁叶在中亚 他家为什么来到了岁叶 后来又为什么迁居到了四川的江游 还有他家是做什么的 这点就至关重要了 也就是说李白的父亲是干什么工作的 现在学者一般认为 李白家极有可能是商人家庭 西域农业不发达 发达的主要是商业 那么作为李白来说 李白他家首先有一个特点 特别有钱 我前面说了 李白出川的时候一带就是三十万钱 很有钱 那么这里边问题就出来了 李白家这么有钱 这钱是怎么来的 当时有钱的人要么是官人 要么就是商人 那么李白家是商人的可能性就极大 因为他肯定不是官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我们可以发现 李白在记述自己的父亲的时候 总是悔莫如深 说的很少 只是提到过 说小时候我父亲读促 我读书如何如何 说过这样的话 那么这里边问题就在于 那么李白为什么对自己父亲的身世如此的悔莫如深呢 那是因为那个年代商人是建业 市农工商 把商人排在最后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那是因为那个年代实行的是重农的政策 那个年代的人 尤其是正宗的士大夫眼中的看来商人是干什么的 商人都是些逐利之夫 倒腾东西 然后就发财致富 这些人是墨业 所以说瞧不起 那么既然商人被人瞧不起 那么李白当然也就会言自己的这个身世 所以李白家是商人的可能性极大 那么紧跟着我们就回到刚才我们的问题上 我们问李白为啥不参加科举 原因就在这 因为既然要重农易商 那么就在各个方面都有体现 首先在选官制度上就特别的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规定是旧堂书直官制里边的规定 是这样说的 工商之家不得欲于事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工商业 这个工指的是手工业 工商业家庭出来的人不能当官 就这个意思 一商就在这有体现了 那么问题就在这 李白他是一个商人家庭出身 在这种情况之下 李白不是不想考 他没有办法 所以他只能另辟门径 好在唐代除了科举之外 还有其他的门径可以当官 后来我们也知道 他曾经官拜这个汉林代赵 那这个汉林代赵呢 这是皇帝特批的 可以突破身份的这个界限 李白是大诗人 我们都熟悉李白的诗歌 但对于李白的家庭生活 我们一般人就知之甚少了 而俗话说家和万事兴 家庭内部的和谐与否 对一个人事业的成功 有相当大的影响 那么在李白起起落落的人生中 他又有怎样的婚姻生活呢 请继续收看 开源盛世上部第八集 李白的六大谜团 好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 有关李白的第六个问题 李白有怎样的婚姻状况 也就是说 李白的婚姻家庭是怎么样的 说实话 婚姻家庭对于一个人来说 实在是太重要了 那么李白有怎样的家庭生活呢 有关李白的婚姻状况 这个魏昊的李韩林集续里边有过记述 他给李白总结了一下 李白的一生一共有四段婚姻 其中有两段算是正式的 有两段是非正式的 那么我们下面就分别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李白的第一段婚姻 他的第一段婚姻是入赘许家 这是怎么回事呢 李白在25岁左右 他就出了四川盆地 他为什么要出来呢 很简单 他财高八斗 胸怀大志 四川盆地那个小小的天地 已经无法容纳他 所以他要出来 那么出来之后去哪呢 他刚开始选的目的地是云梦泽 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李白啊 李白也有自己崇拜的文学偶像 他崇拜谁呢 他首先就是崇拜的就是汉代的司马向儒 司马向儒曾经写赋专门的盛赞过云梦泽的这个美景 所以李白就选择自己出川之后 第一个目的地去哪呢 我去看一看云梦泽 大家也知道云梦泽在今天的江汉平原上 所以李白就先来到了今天的湖北省的境内 在这个地方呢 刚好他遇到了一件事 什么事呢 当时啊 在安禄这个地方 有一个许宰相家正在招上门女婿 这个许宰相何许人也呢 他名字叫做许于师 许于师是唐太宗和唐高宗时期的大臣 这个人已经去世了 现在招女婿的是谁呢 是他的孙女 那么李白就娶了许家的孙女 等于是入赘上门了 当了个上门女婿 那么这里边问题可也就出来了 怎么呢 你要知道入赘这件事啊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 怎么个特别法呢 入赘会让别人瞧不起 我们金人当然不应该再有这样的思想 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 谁到谁家 这个一点都没有关系 只要我们的基础是爱情 只要是这一点 那就可以了 但是那个年代的人不这样认为 入赘很丢脸 那么这里边就存在一个问题 李白为何要入赘 难道是因为李白穷吗 大家知道李白不穷啊 我刚才说了 他这个一出手 很快就花慌了三十万钱 他并不穷啊 所以说经济原因 恐怕不是李白入赘的原因 那么这里边就要问 有没有第二个可能呢 我估计有 这个可能是什么呢 大约李白是想借助许家的名貌 和人脉资源 给自己的仕途打开一扇门 这个想法实现了没有 成功了没有 坦白的说没有成功 这是后话 这个许氏啊 跟李白之间的感情 看起来是很不错的 许氏我们可以感觉到 她是一个非常温良贤淑的这个女性 李白呢 在自己的诗歌当中记述说 自己云游天下的时候啊 时不时就接到妻子催促她回家的这个信件啊 表达自己对丈夫的这样的一种思念 而且呢 两个人还曾经生儿育女 生了一男一女 女儿呢 起名叫做平阳 这个儿子呢 起名叫做薄琴 小名呢 叫做明月奴 所以说这个夫妻两个应该说啊 感情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李白虽然入赘了许家 想通过许家呢 给自己呢增加一点资本 但是啊 你从她的诗歌当中你能感觉到 她内心呢 好像对这一点也不是非常的心安理得 还是有点 还是有点这个自己的想法的 有一首诗里边她是这样说的 她说 折磨殷亲连地成 不如当身自赞英 什么意思 那意思就是说 哎呀 我呀 还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给自己换取功名 不要靠那个殷亲 她还曾经抒发过自己这样的一个胸怀 所以说 她这个入赘许家 李白在自己的心理上 可能是仍然有那么一丝的不安 结果李白与许氏之间的这个婚姻 大概维持了可能十年左右的时间 后来 李白带着自己的一双儿女 迁居到了今天的山东省的境内 但是没有带许氏 许氏没有去 这里边疑问就出来了 许氏哪里去了 现在看来许氏应该在那个时候 可能是去世 不过也有人有疑问 说去世了 那么为何李白的诗歌当中没有体现呢 为何没有盗王诗啊 那么许氏 你的妻子去世了 你为何不写盗王诗 我估计这个问题是这样 盗王诗肯定有 只是没有流传下来 李白的很多作品 说实话我们都见不到 他的作品当中遗诗的是大多数 李白现在留在现在的诗歌是多少呢 九百多首 这只是他作品的一少部分而已 还别说李白了 在唐代整个都是这样 你要知道唐代虽然有了印刷术 但是印刷术很不普及 当时很多文学作品都流传不下来 包括当时的一些名片 咱们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清朝人 清朝人编全唐诗 费尽心力也不过搜集了将近五万首诗 这其中还有一些是伪作 一共也就满打满算 也就将近五万首 那您能相信唐人三百年 就写了不到五万首诗 平均每年不到两百首 可能吗 不可能 大多数作品没有流传下来 所以说给许氏的盗王诗 我估计也是流失了 这是李白的第一段这个会音 李白的第二段会音 结识流失 李白到了山东 然后住在哪呢 住在了衍州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距离区幅不是太远 然后李白在这个地方认识了一个姓刘的妇人 但是李白的这段婚姻恐怕很不愉快 这个婚姻是非正式婚姻 所以那个魏昊的李汉林集序里边没有用那个曲子 而这个刘氏啊 按照李白的说法就是 刘氏是一个试炼 而且是一个爱搬弄是非之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刘氏啊 恐怕原先嫁给李白 就是想 就是期待着李白能够当一个什么高官 结果呢 等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好像也没什么希望 所以刘氏的心态就失衡了 大概没少加枪弄棒的 大概是嘲讽过这个李白 所以说这个李白与刘氏之间呢 恐怕夫妻感情相当的差 后来两个人离异了 这是李白的第二段婚姻 后来李白还曾经在娶过一个鲁帝的妇人为妾 这个妾更可怜 说实话 唐代的妾是很可怜的 为什么呢 唐人啊 骂妾都不算正式的婚姻 不算结婚 这个妾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 在李汉林集序里边只是说鲁一妇人 而这个妾呢 大概很早也就去世了 结婚不多久大概就去世了 但是却给李白留下了一个儿子 那么李白的第四段婚姻呢 是他娶了前任宰相宗楚克的孙女宗氏为妻 这个婚姻 这个宗氏是一个相当实大体而贤惠的女性 而这个婚姻呢 也跟李白后来的政治生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说实话 以李白的胸怀抱负 以宗室的那个家庭地位而言 他们不可能注定了他们这个婚姻 肯定会有很多的事情发生 那么究竟有哪些事情发生了 尤其是李白的政治生涯是怎样的 他遭遇了哪些苦难 这个问题我们待下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